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逢星期三会有黄昏崇拜 而星期四就有五间崇拜 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在不同时段 以英语、粤语、普通话和菲律宾语 举行的崇拜 方便教友选择参与 另外 座堂亦按需要 为圣公会教友 举行婚礼、喪礼、洗礼等各类的崇拜 座堂每天都会开放 欢迎教友和公众人士 到来讨告或者安静默想 除了一般的崇拜 座堂亦为小朋友开设主日学 我们的主日学由牧师带领 并有一班热心的家长义工协助 我们有七班的主日学 让不同年龄的小朋友 可以分班上课 课后更加可以与家人 一同参与座堂崇拜 简单介绍过座堂之后 现在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展开这个座堂之旅 这个大型的拱门 是会众进入圣堂或者崇拜侍奉人员 列队聚集的地方 崇拜结束后 牧师也会在这里送别会众 座堂西门入口地板上的马赛黑 是1968年装赏 中央的十字架 是一个十三世纪的东方亚述教会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是在中国发现 代表基督教来华的历史 鹰是本堂守护圣者 试图圣约翰的象征 而这只鹰 更加是香港一带可以找到的白福海雕 其他的三个标志代表圣三一 分别是圣父创造的手 圣子牺牲的祭 以及圣灵如火和甲子 蓝色的底色就代表着 我们要经过水的洗礼进入教会 在这个马赛黑上放了一个洗礼盘 盘中盛有盛水 以代表我们借着洗礼 而加入基督的大家庭 在座堂的北尔堂 也放置了一个源于1890年的石制洗礼盘 它本来设置于当时的洗礼堂 即现时的淨土室 Quiet Chapel 在洗礼盘旁边放置了一支复活蜡烛 每年由主教或者牧师在复活前夕首野礼促盛 并且在复活期间所有崇拜燃点 复活蜡烛也会在圣洗礼时燃点 象征复活的主耶稣 就是世界的光 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上方就是座堂的钟楼 这所钟楼在二次世界大战时 曾经遭受破坏 延传一套八只的铜钟 是在1953年由汇丰银行所捐赠 为纪念当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圆着座堂宗殿向前行 可以见到至圣所坐落于教堂的东面 而正门入口就是西面 两旁有南尔堂和北尔堂 形成一个十字形状 这个设计也是传统圣公会教堂的特色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座堂宗殿第一排的座位刻有英国皇家辉号 在回归前是港督或访港皇室人员的专用座位 座堂宗殿是座堂多年的特色 在香港这个亚热大天气下 座椅是最适合不过 这里每个座位都有由教友设计和编绩的跪篇 每个季节的完成日期也都记录在上面 接下来让我介绍一下座堂两边的圣窗 北翼的一组圣窗 中间记述耶稣平静风浪的圣经故事 两则则分别绘画出香港从一个渔村 变为繁忙的商业港口的历史 以及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在海上丧生的人士 南翼的一组圣窗 是主耶稣出生、受洗及升天的事迹 在南翼堂旁边有一个小圣堂 为了纪念1941年 二次世界大战捍卫香港而捐躯的人士 座堂在1955年 将原来安置管风琴的空间 改建为小圣堂 在1956年 为了纪念当时主任牧师六岁大的儿子 米加勒汤坡、Michael Temple的去世 小圣堂重申命名为天使长圣米加勒及朱天使小堂 小圣堂重申命名为天使长圣米加勒及朱天使长圣米加勒 小圣堂重申命名为天使长圣米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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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墙上挂着的是二战时期 深水堡集中营的祭坛贝壁 这个贝壁是由被囚人士用木盒盖 和从垃圾堆中找到的同十字架而制成的 上面刻着奇切斯特的圣李察 圣Richard of Chichester的土文 现在 这里也成为了我们祈求和平与复和的地方 信徒也可以在这里燃点蜡烛 向天父献上祈祷 中间的主圣坛在1968年 由教堂东边原本的位置 迁移到目前的位置 在圣坛的一边 是以英为装饰的童祭独经台 它的触步找紧代表地球的圆球 寓意将上帝的圣言带到地极 而圣坛的另一边就是港导台 上方的华盖是原本主教座的一部分 座堂这个名称其实是主教座堂的简称 这张主教座在1957年所造 也是教区主教管核教区权力的象征 主教的木像标志着主教肩负 牧养上帝子民的责任 者保持着主教mong 寓意将生负 座堂最东边的地方是高圣坛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礼仪改革之前 这里是举行圣餐崇拜的地方 现在一些平日崇拜或者特别崇拜都会在这里举行 高圣坛上面就是座堂的东窗 描绘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的情景 两旁分别站着圣母玛利亚和门徒圣约翰 十字架背后隐约见到象征復活的太阳升起 而在窗的顶部是荣耀的基督 以上帝的羔羊形象显现 多谢你们参与这个圣约翰座堂的网上之旅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在圣约翰座堂再次见到大家 愿主祝福你们 在结束之前 有一位神秘嘉宾都希望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猜猜他是谁呢 各位你们好 我是香港圣公会香港岛教区赅和主教 很开心大家借着这个网上的活动 来参观我们圣公会圣约翰座堂 我这里是衷心的邀请大家 是能够实体的来到这一间教堂 当你来到的时候 你不单止是能够看到一个香港罕有的历史文物 更加重要的你会见到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群体 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 感觉到心灵有一种平安 就是我们的祷告 就是我们的崇拜 就是我们去彼此相爱 我们体会到上帝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更加重要的你会见到在这个群体里面 也是每一个星期 是为了香港很多的市民去服务 而将这份爱是全阳出口 耶稣基督说 我来是使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愿上帝祝福各位同学 祝福你们的家庭 也更加体会到生命那种的丰盛 arise 他的天然 前面 有 HIS 心匪 曾祝福 日快速 晚 Wenn o 能 Electronic 和 winter ые